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无碍才能叫事无碍 但是理无碍不必来事无碍 这样听懂吗 这是很接地气的概念 你要了解 懂吗 理论上是这样 因缘还不是这样 就不能这样 但是理论上这样 因缘这样了 就这样 这个时候理也无碍 事也无碍 但是什么叫理事无碍 是在同一个时间之内 理也无碍 事也无碍 这就难了 对不对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当下理是这样 事情也能这样 我们就难了 那就难了 比如说 我们为那个青龙寺建设的当下长老说 这给你吧 可能这样叫做理事无碍 但如果真的是那样 我就没有后来的万佛寺 其实万佛寺比青龙寺更好发展 你去过嘛 是更好发展 因为它基本上没有那么深 那么那么远 当然还有好多原因 总而言之就是它已经建好了 更多的比例了 我大概剩下百分之九十 七十没建好 不过后面的百分之三十 但是要花很多钱 很多钱 没办法 一如一如十 这也是理无碍 但事还有碍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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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碍 就是事有碍 没关系了 先理无碍再说 什么叫理无碍 我是为了意义众生而建的 我不是为贱而建的 他们交给我的时候 是还有一些很多调整空间 但我必须把它完成 那在概念上 我是为众生做 就是理无碍 但事真的还有碍 这样了解吗 那有碍 我要去有碍了 不然能怎样 这又是死也 孕也 命也 非我是不为业 了解吗 是时机因缘如此 那能怎样 又不能怎样 了解吗 那只能等 既然我们要一意义众生了 不能急的 不能急的 好 那么这样 懂这个道理 就是所谓的理事相 这个道理很深奥 所以不容易讲得开 我们必须用这种方法讲 那么呢 所以事事无碍者 为本 为有本 所谓有本者如是也 有法见缘容不实依心底 做我的一念之心 前一门 前一门再讲 我的能念之心 是法容缘 缘容不实依心底 如果自己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正在举这个体 举体就是全体的意思 懂吗 你真念佛时 就是那个法界缘容不实依心底 对不对 这个心底是什么 是理 是理 是理无碍 对不对 我心即是佛即是众生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这是理上无碍 那么真念佛时我很相应 那念佛相应这个道理念得很好 我念佛是是对不对 那么我依这个理而念得很好 那就是当下同一个时间 理也无碍 是也怎么样 无碍 这叫做理无碍 是无碍 理是无碍 都做到 接下来 是是无碍 就大 事情就大条了 什么叫是是无碍 我正念佛 你来看 我正念佛时 整个法界也相应的 限起一个极乐世界的境界给我 我必须念到这样 也就是说我正念佛时 本来我正念佛 我理善任 我知道 我是法界圆融心底在念 我理善知道 仅止于知道 我烦恼可能还在 对不对 我念佛的时候 我们烦恼还在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还会分心啊 还会打瞌睡啊 什么什么的 打妄想 我们都还这样 对不对 但是念着 念着 念着 诶 身心动弱 万元放下 周边的环境突然间不见了 入了三昧的时候 你这念心 就真的在基督世界了 你人坐在土团上面 是事 对不对 是事 对不对 是凡夫的事 对不对 可是呢 那个一心不乱的境界 却正是极乐世界的境界哦 那也是事啊 极乐世界的那个 黄金铺帝啊 这个这个 共命之鸟啊 这个 七重满熏啊 八光得水啊 都现全了 那也是事 对不对 那是极乐世界的事 对不对 还有 你在土团上 是你凡夫的事 极乐世界的事 也来了 这是不是事事无碍啊 有没有 哎呀 念到这样 有没有可能啊 对啦 这就叫 事事无碍 关 尽相吞啊 能关的 你在土团上 境界的极乐世界 现前 他吞我 我吞他 我当下是极乐世界 但也不妨碍 我在谱团上 对不对 谱团上 即是极乐世界 不就是谱团吞极乐吗 那极乐世界正在我心 不就是极乐世界吞谱团吗 哈哈哈哈 观尽互吞 哎呀 爽快爽快 这样念佛真爽快 对不对 怎么样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讲 好 那么就这个意思 所以说你看他下面讲这文 好 复取 具体做生 做佛 做仪做正 有没有 你这心念能够依 能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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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环境嘛 所以极乐世界的一 正 就是我的正报 对不对 所以一正二报 都怎么样 都现前 都是现前 互吞嘛 心可以做一 可以做正 可以做阿弥陀佛 也可以做凡夫 是不是 是不是观 敬 互吞 我能观的是我 我观的境界 是不是阿弥陀佛 我能观的是我的说佛世界的福团 所观的是极乐世界 清净相 对不对 所以一正主判 都是能观所观 都是互吞着的 都是 是一念心所成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一念心中 做生做佛 做正做医 做主做判 都可以称 做佛 佛就是主 做判就是做医 做生就是做判 做生就是判 极乐世界的陪伴者 这伴者这样的意思 好 这全体而作 既皆全体而作 有何一法不及是法界呢 故曰一成法界不小 差寒法界不大 多亦法界少亦法界 但是旧是多跟少说的 总在一法界 你的一张土团是少 对吧 对吧 那极乐世界 充满着八公得水 种种庄园 是多 对吧 都不离当下 一年新的法界 互吞的 多少互吞 以利沙中有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不离以利沙 意思一样 无论空间 无论数量 无论时间 都是互吞 大小互吞 远近互吞 久战互吞 自他互吞 都是互吞 互吞就是 都在这一年新内 所以吞进去的 不是寒而已 是吞 吞字很好 是以西方十六诸境 就是十六观经的境界 无心一念理 是二观 依无非是法界的全体 如第四宫中 因陀罗王 虽彼此各是一诸 而隐入众诸 虽隐入众诸 而东西照用有别 观照亦然 以静为是 你看 静 境界就是是 能观 观就是理 以观为立 有没有 看到没有 刚刚说的就是 理事就是观尽良者 坦白说 这是我刚刚没有看到 我自己理解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他人 也就知道这样 所以理能包事 有没有 包就是吞的意思 包进去 理能包事 事一定能包理的 一定是这样 对 对 是 是 以观来通静 以观为是 则 静 是不是那个理 静就是理 所以理能包事 是以静 吞观 是理 就互吞了 简单单 就是这样 若观若静 或为一事 或依为事 于为理 或依为理 于为事 彼此各自互吞 固如阴陀罗网 来 我们先说 英陀网是什么东西 英陀网是这样 那个 第四天 第四天的天上 它没有用月亮 没有太阳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网 那个网上面 网不是这样消极间接吗 就是这样 网 我们说网是这样 我们说网 是这样 叫做网 对不对 雨网 晒网 不是这样吗 它这个每个网的这里 都有珠 网的相衔接着 都有一粒珠 那一粒珠会放光 那就以那个光 作为天人的天光 那那些珠子呢 不但会放光 它还会表面很光亮 你懂吗 会互相 互相照着对方的珠子 就好像镜子有没有 会互相照一样 它互相照 所以说光光护照 珠珠 珠珠 珠影的互相容设 它在做这个比喻 这样 古人们 他就东西没有很多 他就拿这个做比喻 这样听懂吗 你看一粒珠子上面 不是可以印出人影吗 那两粒珠子也可以印出人影 对不对 那两粒珠子 彼此之间就印出好多好多影子 互吞 互吞嘛 你的表面有我的影子 我的表面有你的影子 这样懂吗 它在比喻互吞的意思 这样知道吗 不是喊 吞进去 就是你心中有我 我心中有 有点这个意思 好 那么 冤金再主再早 好 好 那么这个呢 所以一为理 以理为死 一 一为理 所以说 或一为事 或一为理 这个在讲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没什么重要 不是什么很重要的 就是说 他在讲的是说 理跟事 随你 随你去分辨 因为 说是也可以 说理也可以 这样 听懂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你要说其乐世界 是是 就是你看得到 对不对 事像上你看得到 那个长相 那个庄严 对不对 那你说那是理也可以啊 因为那终究不理 阿弥陀佛的一念心 对吧 是不是这样 云能见的 叫做是 云能变的 叫做理 是不是 所以说 或一为是 或一为理 把真如心说是也可以 把真如心说理也可以 这样 他在讲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 知道在概念就可以 最重点在我刚刚讲那样子的观念 好的 我那个普团是是 对了 是不是这样的 极乐世界本来与你很远 那是本来在理上面 但现在就 正念佛师它现前 所以理事是护囤 你懂这个观念 才是最重要的 了解吗 好 好 那么这样子呢 其实里头所说的 是同一种概念 只是生习不同而已 所以彼此各自互吞 就在讲 都在讲这个东西 互吞 好 好 故如殷陀罗 殷陀罗 殷陀罗就你造我 我造你的互相造在你头 意思一样 若然者 当我做官的时候 你看看 西方的一报跟正报 已然在有关之内 对不对 我吞了他 我是是 他就是理 对不对 是来吞那个理 是不是这样子 那当然也可以 我是理 他是是 极乐世界是可见的 是死 也可以 那我呢 我在做官 是用理在做官 也可以 所以理跟事是互吞的 无论是理去吞事 还是事来吞理 都是一样 这样都可以的 所以 我今生心已在一阵之中 所以做十六观经的观 虽然我仍在我的收伯世界的葡团上 但我身心已经在这当中 在极乐世界的十六观当中 要了解意思吗 这就在讲着观 观就是说意念者 意念了极乐世界的 若日观 水观 佛的庄严观 最后有一个是四十五十六的 这个什么 这个念佛夏品的得度的观 好多 这个各品的观都有 这些呢都是在 都是 都是理 但是也现出事项来 那么 都在我心中 直接献钱 我心中直接献钱 献钱是献钱 我人还在土团上 我可能怎样 我如果在土团上 当下因缘尽了 当下互 就往生了 我就在那个境界当中 我就在我所观的 极乐世界当中 不用等人家帮我助念 你懂吗 因为什么 观尽互吞 我正观的时候 我吞入那个境 对不对 万一我这个人观的 当下往生了 我就要进攻 这样了解吗 这就是沐吞的效果 所以他就说到 正观佛实 正念佛实 你身心急在急的世界 就在讲这个道理 这样懂吗 当然说没有 我还是这么反复 还是很烦恼 很烦恼是课程 是假的 懂吗 是你习性 是你的业障 但你的真如心 就真的是这样 你的理 理是真如心 真如心一定就在极乐世界 你要相信 所以我说 他刚刚不讲吗 即便是善外心 对不对 也是四心 是整体法界 有没有 一样 并不因为心善和善惯 专和专注 会影响到你的真如心 与极乐世界的 所谓观尽互吞 这件事情 因为那是理体上 本来就这样 善外心是你凡夫的那种习性 了解了吗 理上面不会因为你善外心 而失去那个理的作用 这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我常讲说 你打佛气 你来就对了 你不要去渴望说 我这个佛气一心不乱要怎样 当然你要一心不乱 但是你有一心不乱 你只要像我这么说到现在这样 一直很有信心的念 自然真如性就在作用 理事勿吞 懂吗 是这样的 你那个念佛的事 就吞那个理 换句话说 你正这样撒乱心念 你内在的真如理 正在起作用 丝毫公不堂圈 那你以这种公不堂圈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你的亲戚朋友 你的亲人等等 一样功德很大 懂的意思吗 是这样 但是当然啦 越专心越专注 功力会越大 因为理会越显 事会越明 当然是越好 可是绝对你不要 你不要忘记了 即便散乱 绝对功德在其中 这样好不好 所以以后念佛就要很有信心才可以 了此而求圣安雅可谓 厌过长功功啊 是饮成冰水 厌绝积之意啊 水无流饮之心 这是很思议的说法 他意思是说 没有 你看看 燕子飞过去的影子是曾经经历过这地面 这水面 是不是 不是说水 不是说船过水无河 就毫无作用 不是的 你的真如性呢 就一定是起过作用 正面佛石 真如性就起作用 看起来真如没有多个什么 燕子飞过水面上 影子在水面 那个水没增加个什么 可是真正陷积 燕子的影子 有没有 你念佛念过去了 看起来真如没增加什么 可是你念佛之心 已经在你的真如性中 真正经历过了 念佛能念的是事 真如是理 那个理吞了这个事 对不对 你的影子 念佛影子 已经落在这个真如上面过 是不是啊 那同样道理 你也可以说 我的影子吞了真如 为什么 那是护吞了吗 这样了解吗 所以全面功不堂倦 念佛之功德 功不堂倦 这样知道吧 接着 因为我们今天晚一点 我们绕读一下 再把第七门给大家看了 七门八九十 这个事实过 你要放心一点 呵呵呵呵 呵呵呵 那么三观法尔 三观法尔 就是空甲通三观法尔 能观为三观 空甲通三观 那么所观即是三地 全性起修 故称 故称为法尔 全性起修 故称为法尔 这点确实是 多了一点 在念佛法能当中 身无身论当中 其实这一部分 就算你读不懂 也不妨碍 关于念佛这件事情 了解吗 但是在这里头 让你再加强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第一门的时候 就已经在讲什么 讲三观 有三地 有没有 三地就是真地 中地 生地 俗地 地是什么 真理的意思 那么什么叫做真地 也就是说我们众生 妄取外在的一切境界 妄执着 那我们现在知道 缘起信空 我们不去执着 这就是真地 凡夫妄 我们建立真 真地 但是我缘起信空 我可能执着那个空 所以世尊又在建立俗地 也就是说世俗如影如幻 但是有影有幻的作用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不是 我们在空性见中 虽然知道一法不利 可是我们也不坏 一切功德法 一切利益众生之法 虽然它也是缘起的 没有错啊 利益众生也是缘起的 对不对 你有苦我来帮你 看也不能执着 对也是不能执着 但功德自在其中 法性中的功德自在其中 虽然功德你都不能执着 不执着是一回事 但是有作用却是一回事 它是有清净的善作用 这就是 世俗间一切的善 你都可以清净心去做那个善事 那些善事都有清净的善功德向现前 世间的一切事就是俗 世俗嘛 对不对 它虽然不可执着都是空性的真谛 但是只要你真心做而不执着 因为空性所以不要执着 但你也真心去做了 真心去做自有世俗当中的利益功德 在你心中挣扎 那就是属地的概念 简单理解就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说空而不空 空中有不空的功德 你行足种的善法 这就是属地 那么对属地而说也不能执着 对中空的真谛而说 就是不执着世间的一切相 但是不执着世间的一切相 也不能坏世间的一切善法之相 所以属地要建立 要建立但不执着 真谛要建立但不执着 所以真谛俗地两端都立而不执着 这就是取中间 懂吗 这就是中谛就出现了 所以中谛就是法而无事 本来一切恶法不造 但也不执着一切恶法 一切善法要造 但也不执着一切善法 降临为中谛 中谛就是中 中就中庸 不取空不取有 真谛很端 名字为中谛 那么就是三谛 那三谛能观就是什么 一个是观空 一个是观甲 妙甲 一个是观实相 实相就是中谛 所以能观是三观 实相观 空观 妙甲观 实相 叫做三观 或者叫中观 空观 妙甲 真空观 妙甲观 中观 有时候也可以讲成 空观 圆起空 真空观 妙甲观 把第三观的中观 讲成实相观 也可以 这样懂吗 这就是三观 但一般来讲的空甲中 空观 甲观 中观 最简单的讲法是这样 那么观出什么呢 观出真 空观观真地 那么甲观观俗地 那么中观观重地 那就是所谓的三地 名字先知道了 那么全性已起修 什么意思啊 能修 能观的 不过就是我的法界原容心体 对不对 我观什么呢 观一切境界 那一切境界 不是也是我的法界原容心体 所投影的吗 是不是 所以能观即是所观 所以你看看 全性已起修 什么意思啊 我全 我的 我能修的 无论是修中观 甲观 还是空观 都是我这一念心体在修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一念心体 并不分哪一个样 中观 空观 甲观 只要心体 修任何一观 都是心体在请修 所以叫做全性起修 还真刚好 是这样 这样了解意思吗 就是 准体一面法界原容不思义心理在起修 所以叫做全性起修 起修这三观 起修这三观 那么三观能起修 其实就是法界原容的不思义心理当下 不思义的心理当下是极空极甲极中的三地的 所以 虽然有所观 虽然有起修 修的内容不过就是法性本来的样子而已 并不是你多出来 并不是你生出一个真理出来 或者修出一个真理出来 不是的 你最终就是观到他本来的样貌 唯有他本来的样貌 所以佛性被修出来 如果佛性是修出来的 那佛性也会因为你修出来的这个元起 将来也会灭掉 佛性能灭 佛性不必修 佛性不生不灭 本然法耳能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称为法耳 能观所观也不离那么法耳 懂吗 能观不是因为你能观才出现佛性 是透过能观为方便 能观三观为方便 观察三地为方便 然后最后看到了法耳无视的佛性 不是你观了才产生佛性 那糟糕 那没观了 哪个神佛性就不见了 清净性就不见了 不是 懂吗 法耳本来就在那里 也就是说 一个虾子本来没看到一只白象在那里 好大一只 他只摸摸摸 虾子摸象 以为那就是白 不是 但是被雷射移好眼睛 眼睛张开一看 像在哪 他本来就在哪 并不是因为他眼睛睁开来才有像 是因为这一次眼睛睁开 终于让他看到 本来就有那个白色的像在哪 了解意思吗 大象的像 这是比喻 是这样 有没有 有没有 刚讲半天就是三足中三地 那么三观者而通甲中 看到没有 这完全对应了 忘情绝解莫上乎真缘 莫上乎真 谁缘应又莫上乎俗 就是忘情绝解就是 什么叫真 真就是凡夫 凡夫总是有颠倒情感 现在把它忘掉 凡夫总是乱解这个人间像 懂吗 是不是这样 你爱我我爱你 他是好他是坏 这是对那是错 都是忘解的 都是基于你的经验跟我之去解 对吧 这些解都不要了 绝解 不要再这么乱起分别了 这样了解吗 有些弟子都还没开始学佛 你一大堆问题 法师我可以怎么问你这个吗 他还甚至问他什么 法师你能告诉我 简单告诉我就好 怎么成佛 哇塞 你实在是头疼 你懂不懂 还说简单告诉我就可以 忘解 完全在忘解 你慢慢学嘛 不必急着说 问嘛 他几乎都把法战法师 他不是当谷歌看待 你懂吗 什么就是问他 什么就是问他 里里口口也都在问 是这样 所以不要 不要把他出家事物当谷歌 好 那么这是忘解 不要忘解 主要绝掉能解 不要产生颠倒情感 主要忘掉能解 懂意思吗 好 忘情绝起 莫上乌正 就是什么 把他看 看空 真空缘起 就是忘情绝起 对不对 所以莫上乌就是说 没有比这样更好 你知道吗 那么呢 随人应用 随人应用 你看看 水来了 花就开了 雨降了 树就长了 是不是这样子 太阳起来了 雾就失消失了 都是随人变化的 对吧 所以说随人应用 无非就是树 树地就是这样 世俗缘起 它总是有它的规则变化 了不起要见 莫上无树 荣通空有 莫上无中 不执着空也不执着有 叫荣通空有 那就要用树地 再讲这个 所以说虚灵不媚 此无心至空也 虚灵不媚 什么叫虚灵啊 灵是灵明清晰 能了之 虚就是毫不执着 为之虚 虚灵既了之又执着 这就是什么正乌性的概念 懂吗 所以虚灵不媚 不媚就不糊涂掉 你能够空其心 而能了之万物 了之万物又不执着 不迷惑于万物 这就是正乌性的作用 叫虚灵不媚 那么此无心至空则也 你看 这样我的心就自然 那么怎么样 不执着而能够助于空性了 叫虚灵不媚 古德讲这种话 都是用诗意在讲的 那么勿来 一定是勿来随缘 应施 你看看 施应 勿来施应 下雨了 就收衣服吧 太阳出来了 就拿骨子出来晒 这就是因缘来了 我们应他 是不是这样子 这无非此 此无心自有则也 我们心中的真如相 就能应证万物最无法的做法 了解吗 所以心是无心自有者 那么空有相及 当下是空 那也不爱万物 是不是 你看看就是因为有空 所以才能够装点这么多东西啊 如果没有空 装点不来 那装点是应缘而有的 对不对 虽然应缘而有 但因缘其而又一法不可得 是不是 所以空有是什么 相及的 因为有空 才会有妙有 因为妙有 所以才看出真空 相及 此无心自中则也 所以我们心里 我懂这个道理 心中就是中地 我刚刚讲了 空有不执着 名之为中 有没有 就在讲这个 此信也 非修也 这就是当下的信 不是修来 真如信就是这样 好 了解 好 那么 非 那么修之者为正信造了也 故体达子信 空洞无物 为之为空 了造了子信 拒出万物法 为之为假 有没有看到 所以空是空无一物 那万法俱足 这是妙假 融通两边不依不易 就是不执着两边 为之为中 这都在讲了 好 那么这样子的道理 到这里其实就够了 然者 虚灵而应物也 你看 虚灵是空 应物是妙假 应物而虚灵 是有 有而空 空而有 有没有看到 虚灵是空 应物是妙假 对不对 空假不二 互相相集 那么 所以说 空即是假中 那假即是空中 那么中即是空假 为什么呢 因为 举一即是二 了解吗 因为 中是永远在的 因为他不执着空假就是中 所以中永远在那 那么刚刚说了 虚灵即是应物 应物即是虚灵 所以虚灵是空 应物是妙假 相集 对吧 所以说 空 假 中 互相相集 举一即有二 所以他在讲这个事情 对 其实也还好 那 这就是称性而修 什么叫称性而修 了知这样 所以 我献起万物的时候 众生 磨来磨献 我就用磨的方法来导引他 佛来佛说 我就用佛的方式来导引他 我印万物来度化一切众生 我们心中没有什么分别啊 因为这不如是缘起而已嘛 那我缘起来印他们的基 我也不执着啊 了解吗 为什么 因为真如佛性中 空假中 三地是圆容的啊 我印那个印元之妙假 其实我也不坏空性啊 对不对 那虽然我不坏空性 有缘来了 我也印众生的缘啊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我既不执着空 也不执着有 那为什么不执着空 不执着有 不执着忠呢 因为我的自信中 本来就空假中 三地人容啊 所以我不会就是 用我的信来 真如自信来面对众生而已啊 所以是不是趁信而修 修而无修 我是凡夫 本质就是佛 真如佛性中就是佛 所以说我正修时 我也不执着我是凡夫 当然我也不求我是佛 何以顾 本来是佛 何必求佛 所以我执着我是凡夫啊 好苦好苦 也不必啊 因为凡夫是妄觉啊 当体是佛啊 是这样 所以趁那个信修而已 什么时候修完成 没有时间的目的 为什么啊 没有佛可成 没有凡夫可离 没有生死可断 没有涅槃可证 那我急什么 我还有什么好急的 所以一切不过就是趁那个真如佛性 该怎么修就怎么修 也不必问修好了没有 了解意思吗 比如说我正在梦中抓老虎 正把他抓住了 想要把他降服到变成小猫 请问哈 要多久才会寻服的好 那是梦中的事而已啊 你问他有什么多大意义 没有意义 但是 不去做又不行 为什么老是做梦梦到老虎 你还得真在梦中 把老虎训练成乖的好猫 不然老是梦到老虎 你还是会胖 明明老虎是假的 但你就是会做梦啊 所以只好到梦中 不要杀老虎 把他训练成猫就好了 但是什么时候才训练得好 随缘啊 不必担心啊 总是一场梦嘛 急省 了解吗 所以你看看 趁信而修了 都是信而已啊 信不在一切佛性之外啊 就是真如性啊 我一切修都不离真如性 修完了就是完成真如性 所以一切都是趁真如性而修 不是在真如之外而修 罗汉就是在真如外而修 因为他不了真如 只修断念的断土 这样了解吗 我们大乘的事是趁信而修 念佛也是趁信而修 他在加强这个道理 坦白说到了第六门 念佛就够了 到这里来是在加强你念佛的概念 能修的概念是什么 再重新回到第一门来 谈三地三观 这样了解吗 好 大体上是这样的 绝代而造 不失一之三观 守乐连大定思难也 这个内容就复杂了 不过我们大体上这样就懂了 能修的精神就是这个内容 所以众成 那么你说绝代而造 是什么意思啊 造是什么造的 什么叫绝代 境界不过也是你梦中的境界 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对待 你观察老虎 老虎也在梦中的 是不是这样 那个梦中的老虎也不理你的真如性啊 所以真如不就是你能修的心吗 那老虎也在真如中 那不是也在真如当中吗 人来真如修真如 没有个对待 自己对待自己 所以就绝代 懂吗 就自己对待自己而已 那么所以说绝代而造 造是什么 了知 绝代而造 这个绝代而造 不分彼此 也不分能观所观 我在讲这个 不过这个确实是复杂的很多了 他在这里就提出来 事实上是应该在加强能观照的心 能观照的佛 能念佛的心呢 是以三观圆融为目的 那大体上这个观 我们讲到这样都可以 往下的其实是重复再讲 比较深细的部分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再讲下去 你们会累了 好 那么我们明天 应该这样就可以把 八九十三门给讲完 好 那么就先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在这个内容当中 明天讲完之前 不会太慢 让你们知道 今天周六 明天周日 那无论是有出去走走的 或者是台湾来的局势也好 或者是大家来的局势也好 我们在地的局势 应该要利用明天 明天这个白天放假时间 把它复习一下 YouTube上面可以看一下 那么复习复习 我猜明天会有点时间 会给大家或者问问题 会怎样子 如果真的是在没空 问问题的话 我去印尼回来之后 还会在什么里 你会来这里 你还有两天 这大概是我出一期 我到外面去讲经说 最长最长的时间 那也是最紧凑的 不过这个应该是特殊因缘 应该也是各位的因缘所感 因为你知道 有时候 比如说我们又不认识 不是啊 那突然间来讲那么多 大家能不能受得了 有时候常常是这样 那这样就出国去 那讲经说好 我们有时候说 哎 是结善缘的概念 但这次不是耶 这是完全来真的耶 来真的 那就来真的 佛法讲缘情 不变随缘随缘不变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就这样做 那这里 虽然明天才需要讲这话 但我觉得到这里 最后一段 我有感触就是说 首先就是很感动于 诸位的那种诚心 求法之心很难得 这个果然是很先进的人民的一个信思 那也是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这个会 会在推动佛法认知当中 功不堂倦的表现 这个应该是众生自信 也是我们新加坡的国家的 国运昌隆之下 因为老百姓愿意学佛 愿意听经文法 这是很重要 然后这很重要 众生无边是愿度 众生无边是愿度 烦恼无尽是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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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门无量是愿学 佛道无上是愿者 佛道无上是愿者 智归佛 当愿众生 一切大道 法无上是愿 智归一法 当愿众生 神路紧张 智慧无害 智归一圣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大 愿意识功德 庄严佛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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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报四种恩 善报四种恩 善其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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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有见闻者 毋有见闻者 习法不得心 习法不得心 敬此与报生 谋生极乐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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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见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启任世尊 诗诗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福寿长 善根俱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 共30万3025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起 海内外共12311次 佛教慈悲至业 曼书势力中心 劝发菩提心文 招生通启 此菩提心诸善中亡 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 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 原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 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 发起正确的菩提心 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 每日我们饮食三餐 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 我们有按三餐私食吗? 进入由净土中第十一组 醒安大师为我们悲戚之意 听闻读诵者五不落泪 修净土法门的行者更需 切愿发此菩提心 让我们在五着二世中 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 转成静善的光波 与法相应与佛同行 课程内容 醒安大师 炫发菩提心文 课授讲者 辛普法师 上课时间 周六上午九点半至十一点半 上课日期 七月八日 七月十五日 七月二十二日 七月二十九日 八月十二日 八月二十六日 九月二日 九月十六日 九月二十三日 九月三十日 共十堂课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 三段九十九下 十农二号一楼 报名电话 02-2631-0619 02-2631-0619 落取喇嘛 常驻台湾二十多年 早期为全德佛教文物 绘制许多精致的唐卡 令唐卡艺术得以普及与流传 本期课程将从紫本开始 教学唐卡中的元素与图样 一期四堂课 每节课都能完成一幅 美丽的紫本唐卡 喇嘛近年 鲜少开设大班制的课程 此次课程相当难得 时间八月的每个星期五 下午十四点到十七点 八月十一日 八月十八日 八月二十五日 九月一日 地点佛教慈悲日夜 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 东山路二段478号 电话03958-0286 03958-0286 03954-0455 03954-0455 报名请填写Google表单或电话查询 课程将筹收保证金八百元者 每节课退还两百元 请假或缺课不予退还 因爱重生的流浪狗 有一只名叫洛奇的流浪狗 它原本是一只雄壮威武的狗 也曾经被主人深深宠爱过 豆豆豆豆 你在哪里啊 豆豆快过来 豆豆 以后可不要再乱跑了 害我担心死了 以前 以前我的主人也是这样疼爱我的 洛奇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家 好不好啊 那时候我还是很健康的 主人非常喜欢我 他每天都会陪我散步 和我一起玩耍 洛奇 洛奇 要丢喽 洛奇 你越来越厉害喽 来 我们再来玩一次 那时候 那时候 主人总是喜欢和我在一起 我们一起吃东西 一起看电视 也一起睡觉 我 可是后来 我生病了 我生病了 变得丑丑的 主人 主人开始讨厌我了 主人开始讨厌我了 不再让我陪他散步 也不和我一起玩耍了 啊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掉毛掉的这么厉害呢 洛奇 今天晚上你去客厅睡吧 该死 洛奇的病怎么都不会好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我身上的毛 越来越少 最后 主人厌倦了生病的我 便将我丢弃了 从此 我成了一只流浪狗 真可恶 怎么还在不停的钓毛 看来 这只狗 是不能再养了 洛奇 出来 我带你去兜风 洛奇 被主人遗弃后 便四处流浪 他原本就已经感染了界限的皮肤 变得更加严重 天啊 你看 那只狗真是太恶心了 是啊 那只狗看起来真恐怖 我们还是离它远一点的好 我看那只狗 应该是得了什么严重的病 才会变成那副模样 这样的狗 应该抓去安乐死才对 可不是嘛 那只狗看了就讨厌 难怪会被主人遗弃 就在这个时候 爱狗的小杜 发现了洛奇 它内心的震惊 无以复加 以这只狗现在的状态 它恐怕很快就会死在这条街上了 这只狗 它 它真是太可怜了 天哪 这只狗感染了非常严重的界限 而且身体又瘦又虚弱 从它目前的状况看来 恐怕很快就会死在街上了 小杜跟随着洛奇 来到了它栖息的巷子里 洛奇 就趴在臭熏熏的垃圾桶旁 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基本的照料 洛奇看起来 对生命不存任何希望 好臭的味道啊 狗狗 你愿意跟我回家吗 我希望能够帮帮你 洛奇 你的名字叫洛奇吗 洛奇 跟我回家好吗 就这样 小杜将洛奇 从街上带回了家 并送到宠物医院 进行治疗 由于洛奇的界限 十分的严重 且身体过于虚弱 以至于 大家根本无法分辨出 它的品种 来 洛奇 吃吧 我想你会喜欢这里的 慢慢吃 别着急 明天得带她去看医生 希望能治好她的界限 天哪 小杜 你带来的这只 是什么狗啊 它叫洛奇 是我从街上捡回来的 小杜 它的界限实在是太严重了 而且瘦得不成样子 我都无法分辨出它的全种了 是啊 它的确病得不轻 我发现它的时候 感觉它对这个世界都失去了信心 林医生 我想让洛奇知道 人类是非常有爱心的 不会对忠于人类的狗狗 不闻不问的 小杜 我知道 你一直致力于流浪狗的救护 你放心 我会尽力治好它的病的 那就些谢谢你了 我想它应该是一只熬犬吧 嗯 我看它倒像是只挪威娜犬呢 经过兽医的细心治疗 洛奇的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 乌黑的毛再次长了出来 而它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好 林医生和小杜 不仅治好了他身上的疾病 还赶走了他内心深处的阴霾 林医生 你真的很厉害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治好了洛奇身上那么严重的界限 哪里洛奇身上的病我能治好 但他心里的结 我想也只有像你这么有爱心的人 才能帮他解开呀 是啊 我得多陪陪他 让他感觉到满满的爱 几个月后 洛奇终于恢复了他本来的面目 他是一只罗威娜犬 他像个天使般成为了众人喜爱的宠儿 小杜 你看 是我猜对了吧 洛奇不是什么熬犬 他是一只漂亮的罗威娜犬啊 真没想到啊 你竟然这么漂亮 真是丑小鸭变天鹅了呢 天啊 你看那只狗可真漂亮啊 是啊 我看他都可以去参加狗展了 对啊小杜 最近保护动物协会正在筹备一个狗展 不如你带着洛奇去参加一下 如何 嗯 这主意不错哦 这个狗展并不是在一群狗中挑选出血统最优良的 而是在告诉所有的人 那些不完美的狗狗我们也爱 洛奇获得了总冠军 洛奇的经历告诉了我们 有时候狗狗需要的不过是一点点的治疗 爱心和耐心 虽然不是每只生病的狗都能拥有奇迹 但至少像洛奇这样的狗狗给了我们希望 活迟功德书圣行 五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罗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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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